随着最近疫情的好转,医生也有说到,最近要注意处理生肉的各种方式,当然我们都知道吃生肉那是非常不卫生的,并且有可能生肉中还会摊杂着寄生虫,因此在我们中国就会把生肉煮熟了才吃,不仅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,还能品尝各种不同的美味。 但是每个国家的文化差异都是不同,在美国就非常流行吃牛肉,特别是那种半生不熟的,那么有不少小伙伴问道,天天吃生牛肉的美国人,难道不怕有寄生虫吗? 看完颠覆的认知,原来现如今美国早已使用了现代化的设备,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牛患疾病的风险,所以即便有细菌也会停留在表皮上,并不会进入到肉里进行繁殖,更别说寄生虫了,除此美国非常重视食品健康。 在视频上市都会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,确保没有对人体有害才会放心售卖,因此这也让很多美国当地人boss吃生牛肉,看到这儿小伙伴们长见识了吗? 好了,今天视频就到这里,谢谢大家观看,记得点赞和评论。